8月17日,西藏拉萨市距离布达拉宫仅有5公里的奇幻海洋馆,当日正式开馆,进入市运营阶段。 该海洋馆是拉萨首家海洋水族科普馆,市集海洋动物展示, 现代海洋科技体验,科普教育,旅游文化与一体的海洋生物体验馆。 我们所有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能够保护好海洋生物的生命的安全的前提下。 伴自己去展示,让我们了解海洋生物,并且珍爱生命。 拉萨奇幻海洋馆相关负责人郝宇介绍,在高原地区,建立运营海洋馆需要攻破诸多技术难题。 除了解决高原特殊环境下水中的海洋量问题之外,海洋生物的过水问题是最突出的难点之一。 目前,他们通过海水和高原水人工配比方式,已成功攻破这一技术难题。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过水的一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但是目前我们第一条鲨鱼已经过水成功了,而且的话,已经有三天的时间,它活得非常非常的好。 据悉,相关城建单位克服建设成本高,技术难点突出等困难, 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建立海洋馆, 旨在让更多高原民众走近海洋,了解海洋知识,珍爱海洋生物。 因为首先一点的话,让大家看到,知道,然后才能有兴趣去了解, 才能做到是将来我们一起在开发海洋的同时又爱护海洋。 记者走进该海洋馆,犹如走进多彩的海底世界, 这里共展示包括鲨鱼、摇鱼、海曼、珊瑚等在内的一百余种, 三千余位千姿白胎的海洋生物。 今天我在海洋馆看街,这些海洋生物都特别活泼, 然后我也知道了,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也不能去虐待小动物, 也不能去伤害小动物,我们要跟它们合体相处。 拉萨奇幻海洋馆,以海洋文化综合展示为主线, 辅以海洋生物、活体综合展示、五地科技动态展示等, 参观者在游览海底世界与海洋生物近距离互动的同时, 培养保护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